马来西亚美食 E. Migori Mamek 这道印度穆斯林菜是完整的套餐 黄色面条 牛肉或鸡肉 虾酱油 蔬菜和鸡蛋 加入一点辣椒 令人难以抗拒 听起来很简单 对吧 遗憾的是 你可以试着在家里复制这一款 但它的味道不会像你在马来西亚那个粗糙的小贩摊位上狼吞虎咽时那样 2. Epimbolic 你还没有真正体验过马来西亚美食 直到你用这种甜食刺激你的味蕾 E. Epimbolic 是一种煎饼风格的小吃 与煎蛋饼的紧凑包装结合在一起 里面塞满了足够多的糖 花生和偶尔撒上的玉米 这是一道不断被改造的菜 3. Nasi Karibu 如果蓝米饭没有激发你的好奇心 那么全国各地排队等待 点着到最受欢迎的吉兰塔菜的人应该会这样做 来自马来西亚半岛北部 吉兰丹州的Nasi Karibu 其引人注目的颜色 来自于将其碾碎并混合到面粉中的特朗花 这道海兰宝石菜肴的顶部是豆芽和炸椰子 然后淋上发酵的鱼露蜡不堵 在真正的吉兰丹风格中 你用你的手来挖掘这个 4. Ayam Patrik Patrik 肯德基在该地区 以及整个亚洲的受欢迎程度 超过了其他快餐连锁店 这不会让熟悉Ayam Patrik的人感到惊讶 基本上它是烤鸡涂上辣椒 牛肉 海鲜和桑巴 辣椒酱 Nasi Lamek传统上是早餐吃的 但现在人们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会点 6. Roti John 不管约翰是谁 很明显 他更喜欢用烤肉末和鸡蛋夹在薄面包中间制成的三明治 并沉浸在调味品的糖果中 蛋黄酱 番茄酱 烤肉和辣椒酱选择一种或全部选择 7. Rendang牛肉 鸡肉或羊肉 虽然有时会被错误地称为 咖喱 但马来西亚美食爱好者指出 这种由夜奶和香料组成的粗锅根本不是那种 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制作方式 慢慢慢炖让肉吸收香料 直到玫瑰色的液体完全蒸发 人当是人们的最爱 尤其是在节日期间 马来西亚各地都有人当 8. Kui 多样化 多样化 多样化这就是探索Kui或马来风格糕点的方式 小到可以一口吃掉 糖到可以给你适度地抖动 回小贩是所有摊位中最丰富多彩的 这种柔软含糖的万花筒状食物 很快就吃完了当日光开始消退时 已经所剩无几了 9. Nasi Kander Nasi Kander基本上是米饭 可以选择焦头 通常包括咖喱 鱼 鸡蛋和秋葵 一切都是自助餐式的 不过你也可以点单点 Nasi Kander餐馆遍布马来西亚 非常受欢迎 大多数餐馆24小时营业 由印度穆斯林经营 10. Lexer 作为马来西亚美食的主食 勒沙餐馆已经移居国外 在曼谷 上海和更远的地方出现 有多种变体 对于任何喜欢火山口味的人来说 这种辣面汤可以以咖喱的形式让你到达那里 有些人喜欢和鱼一起吃 另一些人喜欢和对虾一起吃 我们最喜欢的是 是冰城的阿萨姆勒沙 其中罗旺子很有特色 阿萨姆是马来语中罗旺子的意思 用来制作辛辣的酸鱼汤 11. Popiabasa 狮春卷 Popiabasa 是一种厚重的春卷 它向那些需要熟悉的酥脆小吃的人敞开了大门 但没有添加油 不要与越南部分地区的狮卷混淆 Popiabasa 有其独特的地区风味 马来的狮春卷用萝卜 炸洋葱和豆芽代替了生菜 12. Buber不薄小贩很容易被发现 它们是一个摊位 有巨大的钢锅和配套的勺子 这些以椰奶为基础的 有时含糖的汤 包括蔬菜和肉类的混合物 甚至还有染色的面粉和椰奶球 制作布布尔没有标准的食谱 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13. Roti Jala Roti Jala 或称网面包 得名于在一个大煎锅上 用面粉做成锯齿形的网状结构 最后的产品 像可丽饼一样折叠起来 通常与咖喱鸡一起食用 一天中的任何时候 都可以吃墨西哥胡椒 14. Sander One Gorin 炒蘑菇 油炸木耳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其中一个版本是Sander One Gorin 通常会加入辣椒或烧烤调味料 让它有自己的味道 这道菜可以作为开胃菜或小吃 也可以和饭一起吃 也可以在步行时吃 它会让你想象你还能炒什么 以及还能如何调味 15. Sambou Yudang Sambou Yudang是一道土生华人菜肴 由15世纪和16世纪的中国移民后裔创造 巴巴尼亚人 也称为土生华人或海峡华人 主要是华裔 原籍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 他们在马来西亚海岸定居 主要在槟城和马六甲 以及泰国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部分地区 如今 他们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食物而闻名 Sambou Yudang是一道颇受欢迎的土生华人菜肴 主要是关于对虾的 整只大虾被送到一个美味的桑巴 辣椒酱 池中 用虾酱调味 螺旺子汁的加入使它有一种浓烈的味道 16. Murtiback 这种塞满肉末和洋葱 并沾上辣酱的油炸面包 是一顿拌饭 只推荐给饥饿的人 完美的Murtiback 是用大量的肉末做成的 所以 第一口就有味道 太辣太酸了 会让你舌头卷曲的 17. Assam Padas 受欢迎的冰城烹饪学校 Naslina Spice Station的创始人 Naslina Hassan表示 如果不将阿萨姆佩达斯 列入该国最佳食物的短名单 那将是令人愤慨的 咖喱鱼在马来西亚半岛很受欢迎 通常用淡水鱼或黄雕鱼做成 Assam的意思是 罗旺子与生姜 虾酱 大蒜 辣椒和其他香草一起 味道浓郁 18. Lemon 与肉类或蔬菜一起食用的乐芒 是用竹子烹制的糯米和椰奶混合而成 制作Lemon的耗食过程 是从用香蕉叶趁空芽开始的 竹子放在火上慢慢煮米饭 这个过程被称为塔帕 其结果是 黏糊糊的湿米饭可以 而且经常可以 很好的替代普通的碱米饭 19. O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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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EK在马来语中被翻译为大脑 但它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外表 而不是它的味道或成分 这种由香料和洋葱丁混合而成的鱼糕 松散的包裹在香蕉叶中 在木炭上烧烤 直到粉红色的东西变热 叶子微微烧焦 在吃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 直接从叶子上摘下来是唯一的方法 20. TAPEN PELITA 作为一种酷依马来风格的糕点 与晚餐后的亲戚相比 TAPEN PELITA很容易接受蛋糕 在某种程度上 几乎每个人都过度沉迷于这种双层椰奶甜味 在最上面的一层 厚厚的椰奶和盐 在底部 一种类似的乳白色液体 乳糖和攀丹叶混合 使其变绿 装在一口大小的攀丹叶碗里 TAPEN PELITA的包装很容易满足那些贪吃的欲望 21. Rampic 很少有零食比Rampic更咸 或更令人满意 这种顶级的马来西亚食物 通常是将面团面糊 由炸成薄而脆的 然后在上面放上花生和凤尾鱼 盐的量可能会有所不同 也有使用干虾或大蒜代替凤尾鱼的变化 22. Sattie 虽然许多人认为沙爹是一道原产于泰国的菜肴 但实际上沙爹被认为起源于印度尼西亚 抛开起源不谈 我们能不能都同意棍子上的肉是好的 马来西亚有自己的烤串变体 在全国范围内以鸡肉 牛肉或猪肉的形式供应 后者仅在非穆斯林场所供应 酱汁因地区而已 包括全世界都喜欢的花生酱 23. Ro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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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语中的混合物 本质上是一种水果和蔬菜的油炸油条 尽管有地区差异 但是素食主义者不应该抱有太大的希望 整个混合物与马来西亚一直流行的虾酱混合在一起 这是甜 辣 酸的完美结合 24. Putu Pairin 和罗地亚拉一样 普图皮令在印度和马来西亚也很受欢迎 Putu Pairin有蛋糕的味道 还有一些棕榈糖 它的板状形状是将面粉压平 然后用白布覆盖并放入锥形蒸锅中形成的 25. Sater 如果说Otac Otac是烤鱼的大杂烩 热狗品种 那么沙爹就是它更精致的表情 在马来西亚Kilana Jaya的一个集市上 一位小贩摆出了他所说的来自东海岸的充满青鱼的食物 用香蕉叶烤 其过程和外观都是Otac Otac的照片 但鱼更多 香料更少 分量更大 26. Roti Canine Roti Canine是一种受印度启发的扁平面包 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 它是用面粉、黄油和水制成的 尽管有些人会加入炼乳来增加甜味 整个混合物被压平、折叠、上油 然后在一个涂了大量油的煎锅上烹饪 制成一块外表酥脆的蓬松面包 你可以把它单独当零食吃 也可以用它舀一份咖喱 27. Mi Ribas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马来西亚在简单的中国面条方面做了很多 另一款让你的味蕾进入派对模式的Mi Wraps 是用烫过的黄色面条做成的 面条浸泡在令人上瘾的咖喱土豆肉汁 和柠檬草和生姜等香料中 这和Megorin很相似 添加到混合物中的常见蛋白质 包括对虾、羊肉和凤尾鱼干 配菜包括酸橙、炖菜和煮一半的鸡蛋 28. Glowy Ayum Campan 这道咖喱鸡有多种烹饪方法 例如在乡村风格中传统的香草和土豆被扔进去 古来阿阳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气味 姜黄和卡菲尔酸橙液 再加上柠檬草 给它一种难以抗拒的香气 棕榈糖和椰子酱会增加额外的活力 让你大吃一惊 29. Lorbeck 作为冰城的妞妞特色菜 Lorbeck是一种红烧肉 在用软豆腐皮包裹并油炸之前 先用五香粉腌制 Lorbeck配有两种蘸酱 一种是辛辣的红辣椒酱 另一种是用玉米淀粉和一个叫Lorbe 打好的鸡蛋增稠的肉质 30. Ican Bakar 这道菜的直接翻译意思是烤鱼 你不应该让它让你失望 这是一道美味的烤海鲜 在用至关重要的桑巴腌制后 将鱼放在香蕉叶上用火焰烤 非常适合分享 31. Charcuitail 我们询问了作家兼厨师Norman Musa 马来西亚最著名的出口菜之一 如果他没有在该国的顶级菜肴名单上看到哪道菜 他会感到愤怒 就是这个 另一道要感谢中国移民的菜是用扁米粉做成的叉烧 它是东南亚最受欢迎的面条之一 面条是用猪油、生抽、辣椒、去壳的凤头、豆芽、韭菜炒的 有时还有虾和鸡蛋 这道菜的基本要素是良好的锅黑或锅的气息 即在锅上用大火烹饪所赋予的品质和味道 32. Chai Tokui 在这道菜中 米粉和磨碎的白萝卜混合 蒸成大块和蛋糕 这些被切成小块 与萝卜蒲、酱油、鱼露、鸡蛋、大蒜和大葱一起油炸 你可以吃白或黑加上甜的黑酱油 这种富含油脂的暖胃器 也被称为炸胡萝卜蛋糕或木瓜丝瓜 在许多小贩中心都可以买到 33. Goring Pizzan 广受欢迎的马来小吃 Goring Pizzan香蕉油条 是世界各地香蕉种植国的一种不同菜肴 油炸有助于将香蕉中的天然糖焦糖化 使其比最初更甜 马来西亚的一些中国版本 有异常细腻蓬松的面糊 34. Chicken Curry Capitan 这不是普通的咖喱 咖喱鸡肉卡皮毯是一道土生华人菜 有一种油罗旺子汁 花生 新鲜姜黄根 和比雷克虾酱制成的浓郁味道 至于名字 卡皮毯是槟城一位印度或中国领导人的头衔 传说有一次 一个卡皮毯人问他的厨师今晚晚餐吃什么 厨师回答说 咖喱鸡 卡皮毯 35 Catopat 将这种精美的小包装 从马来西亚顶级食品名单中删除 将是对饺子神的犯罪 与其说是主菜 不如说是配菜 Catopat有好几种 基本上 它包括在一把大米周围编织一个由棕榈叶制成的袋子 米饭膨胀和压缩 形成一个整齐的小捆 你可以占咖喱或人当 36 猪虎 另一道很棒的土生华人菜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出40道美味的土生菜 这道沙拉的特色是将胡萝卜 洋葱 蘑菇 猪肉和墨鱼切碎 这道菜在节日期间特别受欢迎 尤其是在中国新年 37 Caya Toast Caya是一种甜而芳香的椰子奶油冻酱 涂在温热的吐丝薄片上 涂上充足的黄油 它听起来很神圣 尤其是当喝一杯浓黑咖啡时 许多当地人早餐都吃这个 再配上两个竹软的酱油和胡椒鸡蛋 在新加坡 这也是一道很受欢迎的菜 38 A.I.S.Catching 爆冰甜点在热带地区总是很受欢迎 冰Catching带豆的冰 从一个淋着糖浆的简陋的冰球 演变成了一个装在碗里的小冰山 上面淋着奶油玉米 炼乳 古拉沙拉和色彩鲜艳的糖浆 哇一哇 你会发现里面藏着其他好吃的东西 红豆 棕驴子和块状果冻 39 El Tabu 虽然亚洲一些地区的居民更喜欢啃甘蔗 例如中国和越南 但其他地区在提取甘蔗中的花蜜时 则采取了更精细的方法 在马来西亚集市上飘来的烟雾 大多来自锅里沸腾的油炸液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甘蔗研磨机的发动机 皆敢被放入工业规模的榨汁机中 液体油袋子和瓶子收集和供应 市面上不乏糖浆饮料 但El Tabu是唯一一款带表演的饮料 40 Wantan Me 你会在亚洲各地发现各种各样的中国菜 但冰城的那道菜很突出 有弹性的鸡蛋面 是用酱油和猪油做成的黏性酱汁做成的 边上加了一勺火红的桑巴舞 上面放着绿叶羽衣甘蓝 大葱片 盐青辣椒和云吞 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 你会发现 这些云吞要么是煮的 要么是蒸的 或者是用独特的冰城风味油炸的 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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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